重點再回顧一下,第一個我們就是把這個VBA裡面 假設我們剛剛做的第一個就是把它分了 分的話就把它放在VBA這個目錄裡面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一個FireDive 用FireDive這個鍵一個按鈕,按下它 然後就是把裡面的東西先分到VBA這個目錄裡面 按確定之後的話 因為我有用那個ScreenUpdating關閉了 所以它不會閃動 而且還蠻流暢,有沒有 自動就丟進去了 OK,蠻乖的,蠻聽話的 而且自動就全部完成 但如果你不會這個方法以前可能要花很多時間去做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那我要怎麼再把它們全部 假設給了任何班導師他們填的資料 要把它全部回來的這個檔案再把它合併起來 那合併的話 這個地方我先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地方基本上我有寫出來也放在雲端上面 是這一段 一樣是有一個是沒有FireDialog 這個沒有FireDialog是就是說固定的位置 固定在哪個位置 固定在哪個位置 我是建議你乾脆就是看下面這個 有FireDialog 那FireDialog 第一個會先問我們什麼呢 你的那個要合併的目錄在哪裡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你看看 當我們第一次存檔的時候 第一次存檔的時候 特別注意喔 我會用另外一個就是也是FireDialog 但是是SafeAs 特別注意喔 所謂的SafeAs就是因為有人要合併嘛 那合併之後呢 勢必就變成有一個目錄 會變成什麼 一個檔案 所以呢 你要告訴他說那個檔案 要丟到哪邊啊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邊可能會產生一個可能的bug 就是說你要合併的話 你不要把它合併 又丟到那個目錄裡面喔 一定要丟到那個目錄以外的位置 不要放在一起 為什麼 因為你丟進去 變成他又多一個檔案 那用DIR 他就一直找 又找到自己 又出教自己 又找自己 那這樣會形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不過我這邊是沒有再去撰寫說 如果他選的目錄跟來源的目錄一樣的話 那要讓他不能夠work啦 因為要再寫就寫太多了 所以我那個沒有寫 所以我就跟你講 因為之前有同學 存檔又給他存在裡面 你要合併裡面就是這些啊 你幹嘛又把它丟進去 合併要怎麼合 所以記得有這個問題 然後我們來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然後其他的話還有一些 這個什麼 找這個目錄啊 不過這個可能難度比較高 我來看一下結果好了 這個程式在這邊 那我要怎麼合併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程式 我把它直接貼過來好了 就是合併活躍簿 File dialog 記得是用File dialog 然後把它執行 第一個它會跳出這個 請問一下你的目錄在哪裡啊 那VBA這裡面 就剛剛我們分出去的 按個確定 第二個呢 在當他第一次儲存的時候 因為呢 他先把這個檔案怎麼樣 他要另存新檔 因為之後的檔案都要丟進給他 所以他會問你說 那請問一下 你那個檔案要放哪裡 好那我就一樣 記得不要放進去裡面 乾脆放他旁邊 桌面上面好了 因為我是放桌面 桌面上面的地方 不要放到裡面去 然後呢 打一個叫O 好了 所有的 OK按儲存 這個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也是File dialog裡面的Safe 非常好用 就是你要存檔 存在哪裡 它就會幫你找到一個檔案名稱 放在那個地方 OK儲存 這個時候有沒有 它就一直跑 不過我ScreenUpdating可能沒有關掉 它會一直閃動 OK 閃動完之後的話 欸 完成了 這個時候他把它關掉 關掉之後 我們來確認一下 那個檔案到底是否存在 OK 這把它關掉 O在這裡 就這個檔案 所以剛剛做的動作就是 把一個資料夾裡面的13個檔案 變成一個活頁庫了 好來看一下 檔案驗證一下 到底這個是不是我們要的 你會發現裡面有沒有 就總共13個工作表 只是說沒有排序 那如果你要排序 自己再排序一下就好 13個裡面東西對不對 應該基本上沒有問題 這個也在 OK 所以基本上它就怎樣 幫我們把它 只是排序沒有按照原來的順序 當然你可以自己再加一個排序 好完成 那怎麼做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這個難度 基本上先跟各位宣告一下 這個難度真的比較高 而且高很多 所以你要有心理準備 提供給各位參考 但是也不是說完全不能理解 那我大概說明一下 我的撰寫流程大概也要怎樣 就是剛剛跑下來了 第一個 先跟使用者要一個目錄 就是說你要合併的那個目錄在哪裡 所以我們用了兩行有沒有 就是兩行 所以這兩行非常好用 以後如果你要跟使用者要一個目錄的話 就這兩行就好了 所以以後就把它當範本 以後貼上去 不過你記得就是它 就是重點就是 它會把使用者選的那個目錄 丟給s-pass 但是它最後會缺一個斜線 跟目錄 所以那個跟目錄你要確定有沒有 再來的話呢 因為有個s-pass 再來就是利用dir這個函數 特別就是dir這個函數 意思就是說 你要告訴我 持跌記驗哪一個目錄裡面的 什麼副檔名 所以特別注意喔 後面呢 給它s-pass 就是在vba裡面 找一下 有什麼檔 有沒有star 指的是所有檔案 有沒有副檔名叫x-x-l-s-a 就是e-sale大概2007以後的格式 如果有它會怎麼找喔 這個dir意思就是說 它會先幫你先抓出第一個檔名 第一個檔名呢 直接就丟給什麼 s-file ok 然後這個s-file 它就會除了檔名之外 其實還有副檔名 只是因為我們這邊沒有副 就是乙斑點x-ls-x 然後丟給這個s-file的一個變數 好那我知道這個 這個目錄 這個 知道目錄了 也知道檔案了 這個時候我要做什麼呢 do file do file 意思就是說 你幫我去做什麼事情 直到後面的這個條件怎麼樣 有沒有 s-file指的是檔案 如果等於 直到等於空 等於空字串的意思 就會跳離了 等於空字串的意思 我找不到 那不等於 就表示怎麼樣 這個是它不等於 不等於空的 表示說它有找到 因為它乙斑點x-ls 就不是空的嘛 那不是空的就會這樣 進到迴圈裡面 進到迴圈裡面 那我們就做什麼事呢 用Worbus這個物件 工作部物件把它開起來 那開檔特別是要給它一個完整的路徑 跟它的檔名 中間因為 有沒有 我一直強調這個斜線 因為如果你這個斜線漏掉的話 那就開不起來了 也就是說這個檔案 這個s-play是一樣 就是這個路徑 加上這個檔名 有沒有 再加上它的副檔名 那我就怎麼樣 把它開起來了 那開起來之後的話 我這邊if i不等於1 那所謂不等於1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是第一次開啟 因為第一次開啟 我要存檔嘛 第二次要不要再存檔 不用了嘛 因為只有存一個檔嘛 所以這個不等於1 這是我自己設的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就是 如果它是當它第一次開啟才存檔 之後的話呢 就直接把它丟進去到 同一個工作部裡面 那我做什麼 如果是它不等於1 不等於1時間 它一定會第一次會進到 做什麼 Copy 複製一個 複製之後的話呢 它會跳出一個新的工作部 然後做什麼呢 欸 秀出那個選取檔名的 它就跟使用者要說 你的檔名要叫什麼 存在哪裡 告訴我一下 這個時候呢 它就給了一個名稱 比如說我放到桌面上 叫O 有個路徑加一個檔名 然後做什麼呢 它就Safe as 存檔 存在哪裡呢 存在那個檔案裡面 就是存在O裡面 可是這個時候呢 它是第一次存 所以我這邊有個變數 有沒有 把它改成什麼 等於1了 所以這個如果等於1的話 下一次會再進來這裡 不會了 它會跑到這邊來 OK 所以第一次呢 才會進到這邊來 有執行什麼呢 Safe as的這個檔案名稱 之後就不會再進來了 OK 然後怎麼樣 把那個檔案關閉 就是那個檔案 特別就是 如果你要關閉那個檔案的話 你直接給它檔名就可以了 OK 檔名的話呢 可以是一個完整的名稱 就是檔名加上副檔名 OK 把它關閉 那關閉之後的話 它就會再來 下面有個DIR DIR 這個DIR指的是 下一個檔案 那下一個檔案 也許是釘班 釘班過來之後的話呢 它一樣把它開起來 把那個釘班開起來 那一副I不等於1 不等於1的話呢 那因為它這邊已經是等於1了 所以它就不會再執行這邊了 它會執行Ls 那Ls的話呢 再來就怎麼樣呢 再來就是 我們要去給它 一樣是給它檔名 不過這個地方 我寫的稍微比較複雜一點 為什麼 要針對這個檔名 我要處理一下 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們將來過來的這個S 這個檔名裡面呢 它其實有分成路徑 就是你的位置跟你的檔名 那問題是 這些東西 我要找到那個東西很難找 所以我就寫了這個 E3 reverse 是從後面找 幫我從後面找 第一個這個斜線的位置 OK 然後呢 再把總長度 這個總長度 減掉什麼呢 找到那個位置 實際上這個L值 就是我後面那個路徑 意思就是說 因為我要的只是後面那路徑 可是你給我全部幹嘛 所以我要把後面那個留下來 這個等一下可以 這邊設個中斷點 這樣給我看 再把它切出來 才是它的名稱 那個名稱指的是釘斑喔 前面那麼不一樣 把它抠過去 放在那個後面去 然後再關掉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直到沒有為止 最後的話呢 全部都存完之後 記得 close 但是一定要記得 safe change 這邊一定要等於true 之前好像忘了加這個東西 close掉之後發現什麼 只存了一個 為什麼 因為沒有存檔 所以特別主要 這個指的是 最後關閉的時候 要存檔 OK 這個可能比較難的在這裡 再跑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我設個中斷點 其他應該比較不容易 不難理解 比較難理解的應該是 這邊吧 這邊我跑一次給各位看 第一次先把VBA給它 按確定 然後呢 第一次存檔的時候 會跳這個 它要存哪裡 乘桌面 打個all ok save as 那我先停在這裡 這個是第一次跑 它會進來 因為i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一定會執行 所以 有一個檔名給它 然後把它儲存 所以第一次會存檔 存檔 i等於1了嘛 所以i如果等於1 那下一次就不會跑進來這裡了 它會跑哪裡 跑els了 ok把它關掉 然後換下一個 下一個呢 會抓什麼file name 看一下 丙班 它下一個先抓丙班 丙班呢 然後進來 一樣把丙班開起來 開起來之後 因為 i等於1了嘛 所以不會進到裡面 l10 那特別注意 這個p跟l做什麼 因為呢 你會發現 這個ssave這個是檔名 那我們實際上 我們只是要什麼東西呢 我們只是要這個東西 o.xlsx 那我要怎麼樣剛好切到這個檔名呢 ok 所以我想了一個方法 反正方法很多 我的想法是這樣 因為從後面搜尋過來 第一個斜線的開始 後面這個 到它總長度 在怎麼樣 減掉它的位置 就是這一串 就是我要切的 所以呢 我就是找到那個p 看p的位置 22 l的話呢 就是什麼 這個指的是這個位置 加1啦 就是後面那個位置 l的話指的是總長度 八個 ok 那我就用切的 把這個東西切 從第二十二個字 再切八個字 所以切出來是什麼 哦 有沒有 所以應該懂的意思 這兩個 這個東西 怎麼樣 就是 每個人的寫法都不一樣 但是我是用我自己的想法 反正就是 我是要抓那個檔名 可是它給我路徑加檔名 那我要怎麼樣子留下檔名 答案在這裡 那當然你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寫 這個沒有標準答案的 我只是用我覺得最簡單的方法 ok 我覺得 ok 那你可以自己想想看 有沒有比我更簡單的方法 如果有的話 你也告訴我一下 ok 好那這裡的話 當然我把它copy到哪裡 把餅班摳過去 好 把它關掉 好 就換下一個 直到沒有為止 所以基本上你會發現 先釘班一個 再餅班 再來就其他的 所以基本上 其他也是一樣 有沒有 再以班對不對 以班然後再把它摳過去 然後把它關掉 以班就過來了 有沒有 然後換下一個 以此類推 這樣子的話 記得最後再把它關掉的時候 存檔 就完成了 ok 所以一直散 反正下一個 下一個 最後關掉 就完成了 ok 大概是這樣 因為剛剛有跟各位預告一下 這個難度真的比較高一些些 但是你說難 大概最關鍵的地方 我剛剛有講過 就是都快 後面這個指的就是說 它會進去指的是它 當它不等於沒有 意思就是有找到檔案的意思 ok 然後其他就DIR這個函數 如果有些細節不太清楚 DIR你也可以按一個F1 它意思就是把裡面檔案找一遍 ok 來 那當然如果還是不了解 我建議是什麼 射個中斷點 慢慢跑 ok 後面先換給各位 試一下 所以剛剛的話呢 我們主要可以把它分割了 再來的話 就是可以再把它合併在一起 分割 ok 試一下